内部已经有方案了 就是我不管跟随人民币 我还跟随瑞士 瑞元 欧元 日元 这叫一揽的计划 记住啊 今天就这段说的话 未来三年内你们会 百次万次使用我现在说这段话 人类上又是七哥第一次说的 长岛哥 臭屁王 长大的臭屁王在旁边作证 这是真的七哥说的 也没有拿稿子 就是未来的两到三年内 世界上很多现在正在跟随美元的货币 会彻底主动脱离美元 变成金融上一篮子计划 就是我这个家的货币 比如说我是沙特 我沙特现在我跟你美元的 我不跟了 那我跟什么呢 我的货币组成 就是有人民币 有俄罗斯币 有日元什么什么 我就一篮子计划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 香港会主动脱钩 变成一篮子计划货币 那港币就没了嘛 说白就没了 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币了 而且共产党会死撑它 最后的结局 也有可能香港就是彻底取消港币 就是共产党摆着港币的钱买走 我拿五千元美元我买走了 就像现在洗币一样 现在多少钱 38 现在长短盒我一把我全买走 我不要了 你们贼也别买我都买走了 我就给你拿380亿嘛 对吧 就一样的道理 那么就这样的情况下 发生概率比较大 最近听说是港币里边出现两个问题 就是港币现在很多港人 所谓的说既别买 就让他放弃它 少数人叫放弃主义 就放弃掉港币 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会主动买断 和主动脱钩 这是我认为的 那么随之而来的事情 最重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港币后的中共国的人民币 一定是走向民币的开始 不是说你买完 大家就觉得你行了 就长短盒 他把这个现在所有的 这个流通的洗币都给买了 是不是洗币就牛了 洗币没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不相信洗币了 那就更是超纵的了 结局是这样子的 人民币变成了真的民币了 而且随着世界的 很多国家和美元脱钩 那么我觉得就是 最大受益者是咱们 为什么 真正的稳定币 HDO 据我所知 洗联储还要出现什么 HEO 什么 洗一欧元 听说 还有什么 HGOLD 真的GOLD 然后呢 这个HCN 听说 还要有另外的一个 计算方法 就是这个第三方 监管下的 所有的稳定和链接 那就是 那是最大赢家了 就是港币不能所兑现的 连美元也做不到的 或者美元欧元都能做到的 洗联储都能做到 而且他俩做不到的 他还能做到 我锚定你欧元 我锚定你美元 钱在那搁上 除非你活着 你死了 那就是死了 活着 就是活着 你死了 金还在呢 人钱还在呢 是吧 这就是洗联储的太牛了 而且你俩都完蛋了 有黄金 我不相信世界上 有任何货币 就在香港 还有很多大国 都要把自己的货币 变成一篮子计划 那不就扯蛋了吗 是不是 就这家死了 那家还活着 这家死了 那家还活着呢 他家没鸡蛋 他家有气死 是不是 那不就这个玩意吗 你知道这个货币有多夸张 你们知道吗 兄 你们想过这问题吗 你不跟爆料革命 你咋会想这问题呀 是吧 你只有跟爆料革命 才想 哎呀 这货币原来是假的 就是个承诺嘛 所以说 未来听说 洗联储 另外一个 就是黄金的 计算方式 是唯一一个锚定 十五黄金 第三方监管 所以说 爆料革命 最大受益者 唯一我们的钱 永远是钱 我所有全世界钱都没了 我有黄金 最重要这个价格 他一直在那块 他在那儿就有流通的价值 因为多少人的认同 这个币的价格 还是说 我就拿这张纸 长脑哥认为 这个纸 我当成一百万美元用 哎 我长脑哥 咱俩这个 好啊兄弟 臭屁房 可以了 威兰用不用啊 威兰说 七哥我也认 哎好妹妹啊 是不是啊 决定把你送给老亨 三票 未来王爷说 老亨三票 用不用啊 三票也用 老亨现在 七哥也送给你了 如果这无人 都用的时候 他就不是纸了 他就是一百万美元了 他就这么简单 这就叫货币嘛 是吧 这三票先生 泰山兄 这么咱们的HCN 被更多人认可的时候 而且稳定在那价格的时候 他在流通多的时候 咱就是硬通货嘛 叫硬通货嘛 所以港币币王 而且是王的方式 是所谓的 有点像装的样 是吧 不是你把我踢出去 是我主动脱上衣服走 老亨不要 决定本人脱衣服 穿上衣服 体面离开 关键他离开了 这个戏就砸了 是吧 所以说港币一定会完蛋 肯定给美元没有了 港币是人民币倒塌的开始 然后美元会成为世界上 最多脱钩的一个 面临着挑战的时代 然后数字货币 和数字稳定币 就应运而生 当然 咱们的洗联储首当其冲 是吧 谢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关于刚才 头两个问题 我要回答 很多战友们说的问题 我们的臭屁王 没说这个问题 就是拥抱 到底这个事 是什么样 实际上我说完以后 赵哲地的人不高兴了 不是你们不高兴了 说你不能把我们说话 因为我们有规定 就是既不能做 当然不能录音录像 也不能啥 我做笔记 是回到以后 我在车上 回到房间坐的 我怕我忘掉一些重点 他觉得我不应该做笔记 这个是确实我不应该 第二个就是不应该把我们的谈话 具体说出去 他觉得这确实也不应该 我已经转换了我的说法了 他们有他们的说法 这个三票先生刚才说那个是对的 但是呢 我确实昨天给他们也有一个我的反馈 应该这么看 拥抱感性和理性的问题 七个小家子气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说你看 我是拥抱 是小家子气 就是冒了很大风险 但是有两个事情你要看到 就是我们洗壁这件事 就是赵哲地最爱拿钱来衡量你的标准 就在前面前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 就我觉得没错 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我说就拿钱这件事情 我们战友所同意所必打99.993 是吧 这个是臭屁王在这会儿的作证 臭屁王作证 是吧 99.993 我说你赵哲地 你觉得我们这些战友们 除了我 我很motional 我很小家子气 你觉得战友这人这样做 你觉得是小家子气吗 那是他们百分之百的财富 甚至是 对吧 那不是我一个人激动 是不是三票先生 我同意三票先生说的 为啥我说百分之百呢 恰恰是我们这个人群 跟共产党不一样 他们是没有人性了 我们有了人最高的性格是什么 我们在理性集中有最高的感性 那我们就是什么 真正叫献风 索必啊 任何人这个角度都比都跟跟七个达到一样的高度啊 不是我仅拥抱着大家 大家是也真的拥抱了我 哎 他们觉得这个福 我另外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场参与爆料革命的得到弊了是钱 面对的风险 是家人被抓 家人被消失 家人被核查 甚至被杀害 是不是难民玩的 你赵哲地人没这么玩 赵哲地是利益的结合点 赵哲地 他永远是利益的交合点 还有婚姻 刚才三边说的很对 联姻婚姻 门当户对 绝对冷漠的 就他们在 大家真的 我真是感觉 你看他们的身体 我就 因为他可能年龄大了 他们身体都比我们凉 他们心更是凉的 你像那个 那个威廉王子的婚姻啊 还有那个小Henry的婚姻啊 就他们讲说 你知道他们就说啥 他们觉得 就简直傻叉了 不能再傻了 就觉得 这简直是胡扯的事情 他当时就 他说 怎么可能狮子跟一只鹅结婚呢 我记得很清楚 狮子跟一只鹅 我想那个画面 有点很夸张 小飞向 专门跑到非洲 去看狮子交配 那狮子那么长 他都看见了 是不是 你说那个狮子跟鹅交配 那个鹅子出现什么 直接顿鹅头了 我估计就是 卤水鹅头 是吧 狮子跟鹅结婚 他们能说出这种话出来 就你根本不配这个狮子 狮子骑你身上 压死你个屁的了 是吧 真的是很恐怖的画面 他们不会跟你这个 这人有这感情的 他不会跟你有爱情 他认为这东西都 这东西就像这个桌子上 他就拿点蜂蜜喝一样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调料 我不可能让你这个蜂蜜来决定 我今天的一切 他们是没有什么爱情的 不相信这套的 什么情人 这也是他们能当 遭遮地的必然基础 就像女王 是吧 他从小就告诉你 你不能有任何个人感情 你看女王 当时跟她的情人 是不是 那情人都给她养马师啊 但养马师人家是皇族啊 那不是 那血统都是 那是子一代 父一代 人家是爷两代 孙子好几代的 都是在一起的 人也很帅 都是上 也都是同个学校 跟女王读书出来的 是不是 那什么顿学校了 那个女王学校 沃顿 不是那什么顿学校 都是女王的学校出来的 王子学校出来的 皇家学院的 人家女王就有的感情 但是你别跟我谈 任何其他正事 是吧 那你现在威廉王 你威廉王子 Henry 你去跟这个普通人结婚 搞恋爱 他觉得你是个胡扯的 那么他看待我们的时候 特别觉得 你Miles Gord 你跟我是个级别的 你个人情感 你个人的喜怒爱乐 爱好 你都应该像我一样 这是他们的错误的认知 我说第一个呢 我不觉得我和战友之间这种拥抱呢 是个小家子气啊 确实我需要调整 我绝对要调整啊 安全是第一的 因为什么 这是取决于对方怎么对待我的 因为战友在索币也好 还有为了参加爆料革命 所家人承担的风险也好 包括战友也面对病毒的危险 那不是说 我爆了战友 战友就一定有毒 我没毒 不是的 战友和别人拥抱 他也有毒 也有这种风险 我说我首先 最大的问题是平等 我和战友这些是永远平等的 这是我根本的问题 他们永远不会用平等心 看待任何人的 这是肯定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说就是大家过去 我认为过去是最重要的 就是因嘛 大家战友过去这么对待我的 那我就今天这么对待他 这是我们相信英国 他们不相信英国 他只相信实力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更重要的事情 爆料革命的本质 他们是过去 他们是祖宗打下来的江山 后来也是在厮杀中 血流生河中 维持着自己的 朝折地的江山 谁也不能碰 那么我们这个是什么 我们是拿命 是灭掉一个邪恶的共产党 我们都是拿命玩的 在这点上 我们大家都是平等 没有谁多贵 谁多便宜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我觉得 昨天我也在思考 很多战友说 七哥就是因为感情和理性的一面 到今天 哎呀 这话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 这话对我不太公平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们说的话 包括三表先生 你们对我是不公平的 七哥呢 是 在跟你们的感情上 尽情的表达了 拥抱了 是吧 表达了 但是你说七哥也需要跟三表先生 有时候老哼一下子 是不是 我也希望 希望这个泰山 给我弄几个美女 老哼一下 但我 三表先生敢冲上去 我不敢 就我的付出 恰恰是 一定是理性的 就我对我自己 很理性 哇塞 理性的 我很残忍 是不是 你觉得我不是人呐 我晚上睡觉脱了衣服以后 我也希望旁边有一到三名美女 是吧 老哼一下子 那天天守着孤床 对不对 你七嫂子偶尔过来给扑扑床单 这整的 我都成啥了呀 这对我来讲是很现实的 我跟常总哥那时候聊天 我说 我说常总哥 我现在好久都没有新生活了 我说 那是几年前了 常总哥说 你得有啊 我说我没时间呢 我说 我这马上直播 直播前你来一次 我这老 你问他是不是 我这叫臭屁王 这是吧 这是两三年前 他刚出山的时候 你可见常总哥是随地就行 就是这话 你说 我说 直播前你来一下嘛 我说 你以为开机关枪呢 我这人还很敏感 环境不行 如果是状态不行 我还真不行 不是我现在 就在玉米地那时候 也需要那个环境啊 就玉米地那个风吹过来 是不是 那种浪漫 矿山大野林 玉米地的飘香 啪 人家打开了 是吧 哇塞 你感觉到 这个感觉来了 你没感觉 我还不行 我还很敏感 真的就成过三秒了 就成过三秒 还不行 那你说 我在这方面控制 山表先生 我是不是很残酷呢 实际我控制百分之百 我比招之地还冷酷 他们做不到 我做到了 钱 谁不喜欢钱呢 那币我 谁问我没币的时候 我说出去 我是很复杂的 当我说我没币的时候 我很复杂 三个复杂心情 这个洗联储的控股 那是 你知道 这是跟所有的 这基金未来 这个分配的问题 但是币 我家人和我 真一个没有 也很酸呢 你知道吗 不是七哥就觉得完美 也很酸呢 太美了 这照片 在这边看着都是经典 每个子经典 还有一个心情是什么 当我说没币的时候 实际上 我觉得对我家人也好 对我家人付出 不比任何人少吧 对他们来讲 战友能得 我家人为啥不能得 对吧 这很简单 就是我其中一个侄子 侄儿媳妇给我发个信息 七叔为啥我们就不能有 我们也比战友付出 这句话实际 对我来说 我真的到现在 都没给他回复 他发到一个 因为他是从美国受教育的 发到他一个朋友 的朋友发给我 我都没有给他回复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这个话题 所以说三彪先生 这个答案非常好 就七哥 在利益上 在性上 在名上 甚至说在权力上 我做到了比赵舍地冷酷 但是我对他战友 确确实实 我有了 任何人无法想象 和我这个 现在干的事 和我这个层次 经历没有的 这种 这种 这种非常的热血 感性 但也恰恰如此 才能成就一个天下 唯一的 我们爆料革命 你说他们就觉得 我们当时要灭共 人家觉得你这 我绝对相信你 你很勇敢 就相当于臭屁王挑战少林四方高升一样 是吧 你最终会被高升一批奔回来 对吧 你不会是什么样的 他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他发现 越整越大 你成高升了 不但有高升 这个妙计的都成你的了 他们也觉得很神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看待我们感性的时候 他就是 他不把你当臭屁王看待了 他把你当成高升看待了 他就你高升要一个 在像三朴先生那个老大 一缕胡子 得有这个劲头了 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这是花生 花生出身 难忘本性 是吧 因为我们是老百姓嘛 很感性 很感性 所以说战友们 切不可 不应用对着太在意 我们要做我们自己 还是那句话 我说最多的 be yourself 我们就是做自己 才走到了今天 我们不想学任何人 我们不想跟任何人改变 所以我最后的答案 很清楚告诉他 我们会继续下去 不会改变的 你不下次蔚蓝来 拥抱一个小时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三小时不拉倒 反正你德国账会 不知道 是吧 好的 那个就这个呢 其实刚才也很高兴啊 七哥说也会做一点调整 实际上我是深有感触的 就这一次七哥在这个 出山过来以后 也说这个沼泽地的这些大老门 也对七哥有点意见啊 这个情绪啊 我是非常理解的 就过去在半年以前 我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可能我 我觉得七哥经常跟我们接触啊 拥抱多好的事情 但是我经过跟安保团队的接触 然后在这个半年当中 不断地经历这些事情 每一次进进出出 我觉得我跟安保在一个战线 对 有感觉 对有感觉 因为咱们第一个不专业 你不知道哪里可能发生 有可能百分之零点一的风险 发生的就是一个百分之百 就是灾难性的 我们处理不了 任何事任何人都处理不了 所以其实反过来 我们也是希望咱们战友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人家安全 从七哥的安全 从安保的角度的时候也去理解 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这个思考 人家是从很高的层面 从职业的角度去理解 所以七哥在未来 真的需要更多的 就是从这方面 因为您的安全对我们来说 比拥抱也真的重要的多得多 而且您安全了 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去拥抱 所以今天很高兴 就七哥会说有一点调整 有一点调整 对 我要打断一下 就是有一个是要感受的 就是人家招折地 觉得我要和你一起 同生死的话 你拿生死不断为事 我就不跟你玩了 这是人家的一个最基本的 他不想跟你共生死 他不在乎你生死 所以他不会 就像咱不在乎王岐山的生死一样 是吧 一样道理啊 孟建柱山都不在乎 就人家是在乎 人家要和你共生死 所以说另外一个话说了 对人家负责 对自己负责 确实得注意啊 这个你比如说 今天我直播完 我马上去参加会去 是吧 我要去见人去 我在见这个人的时候 你看很简单 他不想让安保团队看见 就是我 我像我们招之队 他不 你知道我是24小时 都有安保团队的 没有任何秘密 是吧 我没有和一个战友 男的女的单独相处过一秒钟 没有可能的 那么他不让我 带安保团 他在保证我的安全 那为什么他不让安保团 他对我的安保团 他觉得你是 我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 你想过这问题 不 长老哥 这是很夸张的 就是他不信任 你的百分之百安保团队 我要给你提供我的安保团队 他怕你情报 就刚才三边说的最后 我的情报被拿走了 那反过来说 人家担心咱的不仅仅是我的安全 还有我们情报的 这个未来的安全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有些事情 战友高度的涉及到秘密的问题 你们是很难想象的 就我们现在就在现场的战友 涉及到的情报 是你们永远不可能想象 他就在亲自 连创造歌都没有看见 就那些都可以决定 人类命运的 现在就在我前面 就他在做这种事情 那对朝折地来讲 你不仅你个人的安全 还有你的情报安全 就是你这个感性 你把这些东西 你让你战友去做了 那对我们安全吗 人家要求是对的 是吧 从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就是你不安全了 我跟你怎么同生死过 那你自己拿不上回事 你把我也给牵连进去了 是吧 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 长岛阁和这些安保 接触以后呢 他越来越占了前线 就我们安保 给了咱战友 最大的容忍度 已经就是每次都 接近崩溃的状态 你像跑的外站上楼啊 还有这个谁 大卫王 你可能当时 你怪罪长岛阁 长岛阁做是百分之百对的 因为安保 不信任长岛阁的时候 你们就谁也进不来了 就没有人再跟你打交 那就就面临着选择 人安保说我不干了 你不能击个没安保 一个人的大吉人 我连一秒钟的可能性都没有 是吧 谁跟美国政府沟通啊 没人跟美国政府沟通 只有他们的沟通 是吧 这是长岛阁 他必须维护着他的信任 和让安保团队相信他 他在代表着战友新中联邦 所以他做出任何决定 没有几个人去想这个问题 这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人会埋怨长岛阁 你有没有想过 长岛阁他不是长岛阁 他不是所谓的精英会农场 这个泰山先生 三票先生 他俩是有这个高度的 就是长岛阁做出 只能是极端的决定 他不能像正义小Sara 来吧哥们儿 管那个呢 喝吧 这是长岛阁的决定 长岛阁的决定是代表整个联盟的决定 甚至他的决定 他自己可能不愿意做这个 他也必须得做 就像这些赵哲地一样 他有时候他不愿意做 他也想当有感性的人 但是没办法 你想当赵哲地 你就是像鳄鱼一样无情 你可以吃鳄鱼 才能带赵哲地活着 那么现在没办法 你就得接受这个现实 现在战友们 做这些最高端的 影响人类的情报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为什么让他们做 他们这么说 我说我相信的 你相信的 你怎么保证安全 选一堆的问题 我也有时候也捆惑 不是我有答案 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自信 有问的我也一蒙一蒙的 我也只能狡辩两下 但是心里面也犯吐吐 但是长岛阁对待这个安保问题上 他已经做到了他最大的极限 就是他再往下 我都能感受到 这个安保团队就一定跟他翻脸 我都能感受 这回就在风望城 我就感受到 因为换班的时候 他们就说 他说 郭先生我们什么都开心 咱的安保团队 吃东西 我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跟我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还不吃牛肉 他们最好吃 爱吃牛肉 吃的日本最好的 那个最高级的牛肉 弄得我没办法的 我那天就缠两块 我就加两块的 然后他们在那吃 你说赵哲地的人 你这团队就这么吃东西 这是赵哲地问的原话 我说是啊 永远吗 我永远啊 我告诉所有安保团队 我说我们家 从有保镖开始起 我们家就有个文化 我们吃啥他吃啥 我200多个保镖 当时在国内 都一样的 我说我们对保镖 绝对 四级保镖 秘书助理 家的人 都是当成 同一条船 同一条命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的 美国的保镖 自己带饭吃 我们人是一样吃 所以就很近 真的 哇塞 吃火 比我还吃得还好 但是你知道 这安保团队 郭先生 我跟你在一起 每一分钟都是幸福的 我每一秒钟都是感激的 没有 我们见过全世界 你是最大方的 最好的人 最让我知的性格 就是人家老婆孩子 就是一听到 就给我 就这样的人家家人说 哎呀 你别回家了 你快去保郭先生 都这样 这不是美国人的文化 但是他说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这个 David Allen 再有要求 这种要求 他说我真的受不了 这原话 这已经出来了 就是你这个人 你老不尊重 他说我已经告诉David了 你不关注这个Ruth 你不关注这个规则的话 咱就没法合作了 就他不想承担 他害怕 他说先生 因为我们很爱你 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的风险 你知道他们 你没见过他 真正在生活中 给我安保啥样 不是对你们这样子的 那很凶猛的 狠得很 他们专业啊 都专业的手势一直在枪上放 我说我求你在这 你可千万别这样对我们战友 那小福利回来不知道跟你摇什么八卦出来呢 我们在那受到了虐待 郭先生的保镖的手放在枪上 对着我们 我们不被信任 那你咋办呢 是吧 咋得小心 但是战友一定要知道 就刚才长脑哥说那个 就是我们一定要跟安保和咱们身边人合作 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专业 这为啥咱们的underworld 还投诉保镖 是吧 你不帮我掰箱子 你对我有歧视 这简直成了笑话 是吧 人家安保 专业就是你郭先生拿包我都不帮你拿 我帮你拿包 谁帮你开枪啊 就像我 你看我所有进门 那些转门 从来不让我进转门的 因为杀手你一进转门 人家拿到枪底上 帮我就把你扑 保镖也没用了 所以他永远任何地方是开侧门 而且一定是他站在那 他挡住你的身体 你没有一点 我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 我不是现在啊 我不是 我是从91年到现在之后 91年年底就有保镖 越来越多 就没有24小时没断过 我知道保镖的价值 所以兄弟 刚才长老哥说了 臭屁王说的很准 你得保留咱在这块生存的 基本的信任 否则就大家全完蛋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前面讲了回 那个回顾了六二七个出来 第一次大直播的一些爆料的信息 然后大家也分享了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不得不要说的 就是那个凤青黄的这个歌啊 我不知道七个这两天 有没有不停地在练 那就大家再 再让七个看 再给我们唱两遍 我再看看 怎么唱出来啊 我得看看啊 这大早上起来的 我都不一定啊 我先喊喊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改 我听听来 唱上听听来 喂 喂 喂 没声音啊 喂 你弹弹试试来 弹弹啊 喂 喂 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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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这个歌的有个问题啊 我昨天晚上还回去想了想 我们 我觉得 后面这几个词我们再改一改 就是调太高了 就是唱上去很难 很难 以关键我们让它要流行啊 这歌是咱们做的 咱可以给它 无穷无尽的改啊 但是这个歌啊 我 我现在唱的也就50分 咱们大家多唱 国内的人是真喜欢 真喜欢 战友们 太多人感动了 这大早上起来唱 哎呀 我的妈呀 但是 你想到凤凰城那个山脉啊 那个整个 那个感觉晚上啊 每个疲惯 但是 好 我走在街頭 思念的路